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网络片直播《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时间2021年4月4日,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还有纽沙兰伊德台阳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在世真bc 马来西亚大马sir马勒根 各位网友好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除阳看起之余 还要捍卫正常人这三个字 说起来都非常惶恐 为什么呢?就是有些极端人现在在那里 窃取正常这三个字 我们这些比较温和理性的朋友 一定要捍卫这三个字 千万不要被极端人窃取 被极端人窃取了之后 我们就没有运行了 好了,现在要讲讲什么事呢? 就是在美国的消息 但是它的影响力就不只是在美国 前大统领 川普做总统的最后一天 他政府宣布了针对 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部门 制裁了一堆公司 那么呢,他竟然呢 就是川普好东西 这个美国财政部 只在击霸一个试图 逃避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部门 制裁的网络 那么那个网络的核心呢 竟然是一家披萨店 就是因为它有披萨这么大的QR Code 很多个可以印出来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啦 但其实就不是的 这个是开玩笑的 不过其实这件事好笑 好笑但是实际上不好笑 为什么呢? 一月尾的时候呢 他是做总统做了一天啦 嗯 不是啦 应该不是,对不起 不是一月尾 是一月头 一月头 一月头 一月头的时候 就是他在167政变之前 167是 本来应该是拜登登基的嘛 嗯 那么 不好意思,讲错了 应该是月头的时候的事 但是呢 他那个被人制裁的那个哥哥 那家披萨店呢 他的户口被人凍结呢 就是2月1号凍结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check account被人凍结了 原来呢 就入了这个 这个pizza店就入了黑名单 就因为有pizza这么大的QR Code 当然是 那 那 就是人家真的以为pizza这么大的QR Code是真的 就是这个特朗普是 其实就不是 因为呢 那这家这个哥哥呢 就是有一家pizza店这个哥哥呢 其实就是 姓就是姓巴苏尼的 嗯 但是他的名字呢 就是现在我坦白和大家说 现在的名字呢 这个哥哥呢就叫做Alessandro Bassoni 那 在 这个Bassoni来说呢 就是 他呢就被认为是帮助受制裁的委内瑞拉国营公司PDVSA出售原油网络的核心推动者 就是 一家pizza店 其实只是一个 这个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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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家不是一家pizza店 这家是一家帮助卖原油的公司 哇 哇 这么厉害啊 看不出啊 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巧合呢 当然没有了 其实是被国政府搞错了 身份也搞错了 哈哈哈哈 他批错了 搞不好的 啊 批人都乱扎这么批的 是啊 你记不记得 林郑月娥的地址都是错的嘛 上次制裁林郑月娥 那这次就比林郑月娥那次厲害 林郑月娥的人都是对的嘛 制裁林郑月娥 那林郑月娥被制裁 只是地址错而已 但是 这次这个Bassoni 这个在意大利的pizza店的老板呢 其实本来已经很惨的了 因为新冠大家都知道了 已经很困难的了 那冻结他的帳户 就是2月1号开始冻结了 冻结了两个月 接着才解放 嗯 两个月是有多长的时间 那些钱动不了 买货又找不到钱 挺大事的 其实这个美国财政部呢 就有些记者就要求他回应 那美国财政部呢 就最近不会回应的 就当没事 嗯 其实呢 我们已经删除了那间pizza店了 我们知道错了 那他就不会说我们知道错的 他只是说 我们已经删除了这个pizza店 和pizza店的老板的名字 那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特朗普执政期间呢 他们那个SDN名单 就是那个制裁名单呢 每年都增加一千个人 嗯 啊 每年都增加一千个人为什麽呢 因为特朗普执政策是他用这个制裁来做武器嘛 嗯 就是他这个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 SDN这个清单 其实特朗普做了4年总统 他就激增了4千个人 在里面 就是如果你做银行的话 你是要对的嘛 就是要对回银行里面 有没有这些客户 再对回他把SDN清单 那其实一进了去美国的黑名单呢 其实就很麻烦的 就是你 譬如 如果你进了这个黑名单呢 Google都不做得你生意的 嗯 就是你譬如用Google Drive的 啊 sorry啊 你不用得Google Drive了啊哥 I'm so sorry 你进了SDN了 你不用得了 还有有一样东西就是 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影响的广泛性是很强的 就是譬如你有个户口 在意大利的 其实你想一下 意大利的户口 为什么突然之间 说要制裁一个意大利佬 竟然间银行会自己帮他冻结了一个户口 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那间意大利银行呢 就跟美国是有交易的 那间美国 那间意大利银行呢 如果要继续跟美国佬做交易呢 那他就要保持着 对清楚那张SDN清单 SDN清单上面 有哪个人 他就要冻结了他 他那个银行那里 同名同姓的户口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也挺惨的 他是因为同名同姓 但是完全是串错字 搞错了呢? 不知道啊 因为呢 其实那个Alessandro Bassoni 他很奇怪啊 他们是美国政府对这个人很有兴趣 但是呢 清走了这个pizza店老板之后呢 他又没有加回另外一个Alessandro Bassoni 嗯 我真的会不会真的 就是随便 随便入错名单啊 他乱闹一个人下去就闹鬼了下去啊 不知道啊 但是就是因为 阿鲁他经常用制裁来做武器呢 其实就搞到这个世界丟丟乱 哈哈哈哈 就是做样子 突然多达啦 就是你制裁林郑就明白的 但是他的地址又不对 其实美国那些数据其实不是很可以的 但是他就可以制裁到你 这些情报啊有些流啊 有些吃地球 真的有些吃地球的 那那这次就 只是影响到一个pizza这么大的QR Code的老板 哈哈哈哈 影响不太大啦 你投诉他都会立刻跟你取消啦 搞错了点啦 搞了两个月啦 不过呢 不过有一套正的那个阿哥 就是那个Bassoni他说 哎呀我已经通过美国政府提供数据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很感谢这个拜登政府 为解决这个问题所提供的帮助啊 他们没有道歉 但是不要紧要 没问题的 最重要是他们在名单上面 删了我的名字 那就没事了 千万不要搞错 最重要不要删了我的名字 我怎么这么客气呢 哈哈哈哈 喂大哥 老老美国老面前你哪能不贵啊 如果一个意大利人来说 那倒是 如果制裁你 那个例子 台阳 你进了黑名单 那个例子 这里的银行 停了你的户口 全部都是因为一个 Mistaken identity 你没有做错任何错事 这将会是一个噩梦我可以说的 两个月 两个月不能用银行的钱你会怎样的 我试试给你看 哈哈哈哈 不然怎样的 我若没有中国银行的 他幸好开披萨店而已 有全货而已 可以不开披萨店吃自己披萨 不用弄一篇QOQ出来 吃自己的资料 是吧 他还在吃自己 但是你一般人怎么办 没了个户口 送都买不到 买一瓶奶都买不到 你一张信用卡又不行 是吧 你制裁你嘛 因为 美国佬就是恶到这样的 不会道歉的 那究竟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SDN名单 每年激增一千个名 一千个名 是刚才我们讲过的 这个是阿鲁 阿鲁做总统了四年 每年的清单都多一千个人 就是乱差五例的 这个人 其实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那个后果 你一千个人其实一定有 一定会不会有错呢 就肯定是有错 很明显现在这个错漏 真是错得离谱 你搞着一些平民百姓 人家都是和你无缘无缘的 都无差 端端的被你制裁一锅 那制裁一锅 只要搞这么久才搞正常 他这段时间 做不做到生意 其实他生意影响了多少 按计算应该也挺麻烦的 出纳一些数 可以收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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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他人都不能收 那他很有趣 就是美国财政部 他就这样删除了Bassoni 和他有关的公司 就是删除了SDN 那里删除了他 除了这家之外 其实在意大利的波尔图托雷斯 有一家做design的公司 都是未经解释 就被这个美国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里面的 别指定国民和禁止人员名单里面 就是进了去的 不知为什么也是进了去的 不过呢 很好就是四月头的时候 就删除了 就是除了名 但是之前呢 亦都是舔了 亦都不敢出声 舔了也不敢出声 就要低调地去解封自己的户口 他说挺麻烦的 就是他 他们还没有什么做dual diligence 就是他有一些情报 说这个人有关 他就可以制裁他 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 就是连制裁的那个人都没有搞清楚是谁 他搞错了 所以整件事很搞笑的 就好像其实内地之前不是有一个 低级警员又被美国佬制裁的呢 都不知道他是谁 都没可能被美国佬制裁 根本 喂 即是连 莫都没出过 好像那个低级巡警 都被美国佬制裁了 不知道是进了美国佬制裁清单 所以特朗普的时代 他这样揽中这个制裁手段 其实是搞到很多冤架错案出来的 那他究竟他每年一千个这样增长 其实是不是真的多过其他总统很多呢 事实上是的 奥巴马就每年大概上升五百个人左右 那个制裁清单 其实比较合理的就是 我保守估计就是 当你制裁五百个人的时候 你还有可能 就是每个星期都是十个 是吧 就是现在五百个一年 每个星期多十个人而已 那你每天多两个人 每天多两个人 你还有时间可以查一下 是吧 就是你上班的人 你当他每天两个 那你就都查到 但是 他一提升到每天四个的时候 已经查不到 已经没办法查 因为根本没有 因为特朗普也没有扔多些资源去 他说是制裁人 那要现在那帮做事的那帮人制裁 那他就很简单而已 隨便对一对 对一对个饼 然后刚刚想 其实都不知道是对不对的 就放入SDN清单那裡 接着SDN清单要怎么样 要公布就公布 给了银行那些 炸一份 有人一手 然后又叫银行去对一下 他们那个客户清单 有没有这些人 结果就是 现在在意大利最少有 两个冤假错案的例子 其他地方不知道 这次是意大利报纸爆出来的 是礼拜五的意大利报纸爆出来的 他两个月前 1号的时候 他一看到自己的币币币 凍结了 入了黑名单 最初他还以为是 April's full 结果不是 因为2月1号 以为玩他的 所以 美国佬都是九流流吃地球 那间 现在就介绍一下 那间QR Code 披萨店 那间披萨店在哪里呢 就是在 Varona 叫做 帆罗那 就是 如果你 译音就是 或者 内地的 译法呢 就叫 维罗纳 那维罗纳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 沙士比那 罗伯欧与 朱那叶 就是用这个 城来做背景的 那 当然 就是 沙士比那 这个 罗伯欧与朱那叶 就是一个悲剧 那 罗伯欧曾经在 朱那叶的 露台向朱那叶求爱 是吧 那 在 就是 这个城市 其实现在是有一个叫朱那叶的露台 的地方 那你是可以去参观的 那当然了 和这个 维罗纳赌球的人 就会知道了 意甲是有 哈哈 是啊 就是意甲是有 他们有 有球队 有两队球队的 那 就是 第一间呢 就叫做 切玉 廣东话 语音 有些叫肌和 有些叫切和 这个我懂得 很久之前是觉得 老球迷 现在就不看了 是 他是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赌球 就不会看球队的 他是看陪力去赌 那我就叫做维罗纳足球俱乐部 另外一个就是 那 就是说完这里 其实有些 节目内容 有些事就笑一下 就是 pizza这么大的QA公 我都是跟许流山说的 所以 千万不要误会 是我说的 刚才是我说的 但是我都是学许流山的 有什么问题 请找许流山算帐 不要找我 Raymond Wong 好 节目到这里 差不多了 就这样 拜拜